我们再来谈这个方便度生 方便度众生 我上回已经举了几个例子 度众生要靠方便 要靠技巧 还要随顺 要随顺 所以在我们行者的借力上 对于众生不能够那么严格 所以随顺不能够严格 但是也要引导他们 这个完全就是在松跟紧之间 借力是很紧的 但对众生有的时候 不一定用完全的借力去给他们 而是有时候也要开解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那我们西亚特雷藏寺有很多的这个法王 来 有一次有一个这个洪教 这个林玛巴 洪教是林玛 林玛巴的法王 来 来了我们请他吃饭 你知道他西藏人 他不吃鱼啊 吃虾 也不吃这个青菜 他把虾是什么 那是水里面的虫 水里面看成水里的虫 他不吃的 鱼呢 他也不吃的 因为这个海鲜呢 在西藏 它是高原 所以海鲜他们 这个是水里的虫 尤其海参呢 他们也不吃 那好可怕 这个虫 大虫 小虫 还有青菜 那是草啊 他们在西藏高原 说这个是草 怎么是汉人都吃草 只有牛羊才吃草 人怎么吃草 所以他的习惯 只有吃羊肉 这个法王就是吃羊肉 那天来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厨房的主持啊 照平常招待 也没有什么特殊 没有羊 什么都没有 那么那天啊 这个法王一坐下来 一看到桌子 他没头 就看着 就看着那个白饭 就爬白饭 那个连强上司啊 很好意啊 他就夹了一个chicken 他也不吃chicken的 就夹了一个chicken 给他放在盘子上 这个法王拿筷子啊 就咳 一咳啊 就把那个chicken啊 给他打掉 咳打掉 把我们的友谊也打掉 那么这个法王来我们西雅图的一张寺啊 他当然是来结言 跟我们结言 那么他也很尊敬这个师尊 那妈也希望啊 师尊帮他一点忙 但是在这个一口口 这个忙也不用帮 什么意思呢 这个法王啊 不懂得随顺 照理说啊 像师尊一样 如师尊 去到哪里 人家弄什么东西招待你 你就随顺去接受 主人会欢喜 客人啊 本身来讲 要随顺主人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 客随主便 主人怎么招待 我们客人本身就是要这样子做 客随主便 今天你去度众生啊 你当法师啊 当上师去度众生 到了人家那里去 人家怎么招待你 这个我不吃 这个我也不要 这个我也不要 他什么东西端过来 我也不要 很生气哦 我什么都不要 我吃什么呢 我吃水果好了 水果 那大家看着你 下次不敢请你 以后人家再也不会招待你 众生啊 力量很大的 众生的力很大 所以众生不可思议 众生有他的本身的力量 但是啊 你也要懂得 不能够太随顺 有一点要记得哦 你到众生的家里去 众生说 哎 好啦 我女儿嫁给你 你当法师 当上师 啊 我随顺好了 我随顺 好 OK 今天晚上就动黄花族 哦 你想捡便宜哦 我告诉你 这个随顺不可以 当法师 当上师啊 当出家众 当行者 你记得啊 要拿捏得刚刚好 松跟井之间 你要拿捏得刚刚好 什么是借力 借力要熟 什么时候你可以放松一点 当众生要求你 哎 法师啊 你下来跳个迪士高 你那时候 你要拿捏得很准 是个晚会 假如是一个晚会 师傅在场 师傅是说 你表演一下吧 你以前跳得很好 你就表演一下 我觉得那个是随顺 师傅不在 只有你一个人 其他都是众生 啊 你在台上啊 大扭特扭 法衣也不穿啊 你穿便服 出家人哪有什么便服 你穿运动装 你假发也戴上了 这个就是不行 跟借力就不合了 所以你随顺众生啊 不是跟着众生啊 入这个污浊 那众生有一天跟你讲 你凡属好了 这个法师说 凡属 好啊 这不是随顺啊 我告诉你 这个是犯戒 不是随顺 所以这个你要拿捏得很准 什么时候你可以随顺 什么时候你要守你自己本身的戒力 在可以随顺的范围之下 你随顺 不可以随顺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守戒的 所以法师跟上师啊 谁人啊 行者 要记得 要记得这个样子 你假如能够 你说好 我唱一条歌 那么能够让众生欢喜 那么众生都很幸福你 你可以唱这条歌 你假如是说 只为了你自己高兴 只为了你自己高兴 你随顺唱卡拉OK或怎么样 到哪里你都是这个样子 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情况啊 我在讲呢 就是说我们中派是比较 开明比较开放 但是你在这个戒跟随顺之间呢 你也必须要拿捏得刚刚好 这要靠你们自己本身的智慧 你们自己本身要用你的智慧去分辨 懂得这样子 才叫做方便度众生 才叫做方便度 才叫做随顺度众生 オンマネペミホ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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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